请问一下,王仁去世了之后,灵魂发现自己死了,一下子伤心的晕过去,晕过去就是七天,每次醒来之后再晕过去又是七天,头七,二七,三七,一共七个七天。 请问师父,王仁刚去世的时候,为什么每次都会伤心的晕过去,每次晕过去为什么都会是七天呢?师父,这个问题。 首先你要知道,王仁像我们做梦一样,刚刚走掉的时候,他不认为自己死掉的,他不知道的。 他第一个就想到我要回家,他一看这个陌生的地方,他要回家,一回家的话嘛,一看到家里,跟老婆讲话,老婆不理你,跟孩子讲话,孩子不理你。 然后往墙上一看,自己的遗像挂在上面,一下子想,哎呀,这像,这个是万箭穿心了。 然后一下子昏过去,因为在地府里面,刚刚的王魂,他受到震动之后,他一般睡醒就是给他七天的时程。 明白了吗?明白了。 明白了。 所以,他要到七天之后再醒过来,所以家里呢,做头戚呢,就是趁他第一次,第一次醒过来的时候,在家里击败他,让王仁呢,回到家里呢,看一看,哎呀,我们家里呢,都很好,都在祭奠你呢,你也不要太伤心了,你自己去吧,就是这样。 那么他回到家里呢,伤痛欲绝,很难过,他看得到家里所有的人,但是家里人看不见他。 明白了吗?所以这个时候呢,他还是难过,离开的时候会特别伤心,就是,就像过去人家说最难过的就是家里的,过世的人,把他尸体,遗体推走的时候,很多人都哭了昏过去。 他就是这种感觉,他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,有十生到了嘛,他要离开的时候,他会突然之间哭得昏过去,一昏过去之后,他再醒过来,他当中这个就真的不知道了,听得懂吗? 这个不是说,听得懂吗?这个再醒过来,那就是七天了,那是二期了。 明白了吗?明白了,明白了。 那你一直等到七个期过去,对啊,就是说,给他第二次醒过来的时候,实际上又可以让他回到家了。 但是很多家里人不做,不做期嘛,他就更爽心。所以很多人家里,啊,第二个期不做了,第一期头期也不做的人,他就会在你家里啊,把你东西弄碎啊,弄出声音出来啊。 他恨的,他恨的,恨的不得了的时候,他就会家里人生病啊,让你摔跤啊。 所以很多家里人不懂这些东西,连头期,每个期做他都不懂的话,那家里人就倒霉了啊,就是这样。 是了,是了,是了。明白了吗? 明白了。那,那师父,那我们学佛学生,就是每逢一个期王人,那就都给他小房子,这样子就好了。 对啊,对啊,所以就小房子好啊。